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一期一张铁血军人 歇会儿吧 有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忙 叶浩轩走到王铁柱跟前说 我妇女的命都是你救的 这条命也是你的 以后不要提帮忙这两个字 王铁柱面无表情地说 叶浩轩不由得苦笑 他摸摸鼻子说 你有没有退伍的战友 我想找几个来帮我做事 有 但是 他们的情况比我之前的情况还有所不如 恐怕要逐你失望了 王铁柱一争 神色中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们身体都不大好 叶浩轩问 有的勉强能自理 王铁柱说 有病有伤 很严重 恐怕不能帮你做事 只要是病 我就能治好 叶浩轩自信满满地说 王铁柱手中的动作突然停下了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叶浩轩 梁九方才说 如果你能将他们治好 以后 我们的命都是你的 当王铁柱带着叶浩轩来到天桥下面的一个桥洞的时候 叶浩轩被眼前的情形震动了 只见在天桥下水泥板上的一个人工挖出来的洞中 里面坐这一排六个大汉 从这些大汉的坐姿中来看 不难看出 他们之前曾经跟王铁柱一样 是职业军人 而且看他们手中的老茧以及浓浓的杀气 不难判断出 他们是从尸山刀海中 一路滚爬过来的 六名大汉看到叶浩轩 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虽然此时他们大多数行动不便 但从他们锐利的眼神中 叶浩轩不难感觉到 如果他亦有一场举动 这些人有十种办法 让他可以横施当场 当然 前提是叶浩轩是一个普通人 老六呢 王铁柱向一名大汉问道 君子出去了 一名大汉说 这些都是我生死与共的兄弟 如果你能将他们治好 我们兄弟八人的命 都是你的 王铁柱说 六人一争 齐齐把目光看向叶浩轩 他们的神色中闪过一丝复杂 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虽然他们各个身残 甚至叶浩轩看到其中一人腿上坏死的腐肉 但从他们的表情之中 叶浩轩只看到坚毅 除了军人应有的铁血与骄傲 他们没有丝毫的其他表情在里面 能讲讲你们的故事吗 叶浩轩问不难看出 你们是一支精英部队 就算是任务失败 也不可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王铁柱的神色上闪过一丝复杂 他默默地注视这眼前的一众兄弟 梁九方才淡淡地说 我们执行的 是件不得光的任务 而任务一旦曝光 最先被放弃的就是我们 他顿了一顿又说 之前有一名干纪重大的贪官携带国家机密出逃 我们奉命前去截杀 只是没想到遇到对方神官 已经超出人类的范畴 我们兄弟八人全部被伤 被关在窝国 而且引起国际争端 被遣送回国后便被开除军级 神官 你是说窝国人 叶浩轩冷冷说 不错 正是窝国人 由于引起国际争端 弄不好会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 我们被放弃 开除军级后才稀释宁人 而那位贪官是一个鼓舞家族的人 在某神秘单位任要职 因为我们杀了他们的人 所以 他们对我们怀恨在心 出手干预这件事情 所以国家也不能暗地里向我们施援手 我们便有今天的遭遇 就因为怕引起国际争端 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国家的军人弃之不顾 叶浩轩大怒 一掌拍在一边的水泥板上 喷一声响 只见石屑纷飞 那块遮挡用的水泥板被他拍得粉碎 厂内七人的神色都露出一丝异样 他们的目光中露出一丝狂热 军人崇尚强者 叶浩轩这一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所以 他们对叶浩轩有一丝好感 大局面前 牺牲一些人是正常的 王铁柱沉声道 他沉默了片刻 指这几人说 介绍一下 这是铁塔 这是钢炮 猎枪 子弹 狂刀 雷电 不在场的是老六军刺 叶浩轩点点头 他深深的呼出一口气 然后对这在场的六人说道 我今天就你们 与其他的无关系 我只是单纯的尊敬你们 尊敬你们的铁血 你们的病好之后 可以选择留下来 也可以选择离开去自己别的生活 这点我绝不干涉 如果你能救我们 以后我们的命就是你的 铁塔拖动这一条腿站了起来 鱼下的五人也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 他们对这叶浩轩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回诊所里吧 这里不方便 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在这里了 叶浩轩说 王铁柱点点头 给军刺留下一个记号 我们走 片刻之后 六人便在诊所中聚齐 叶浩轩一一看去 只见六人的伤各不相同 有的伤在肺液 不时的咳嗽 有的伤在双腿 不能站立 更有一名军人伤在小腿上 显然是中了毒 腿上的肌肉已经发黑发青 已经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这种毒素侵蚀筋骨 最终 致人下肢渐渐的坏死 整个过程痛苦不堪 只是这大汉一声不吭 叶浩轩取过一把锋利的小刀 将他腿上坏死的肌肉除下 然后敷上药 如果没错的话 你所中的毒是窝国一种奇毒 而这种毒 则只有窝国的上人 才有资格用 现在我已经为你敷了药 这种药的特性 正是除这种毒 只是过程稍慢 谢谢 如果难度大的话 请为你截肢 大汉感激地说 只是在正常人看来 无法接受的截肢 在他看来 像是稀松平常的小伤一样 窝国人的东西 大多数是从我们这里流传出去的 现在用老祖宗的东西对付我们自己 有些班门弄斧 放心吧 会好起来的 不用截肢 谢谢 大汉喉咙艰难如动者 但他除了这两个字 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铁塔 你中的是毒疯掌 已经伤及五脏六腑 现在不清除封毒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叶昊轩说 那就麻烦叶医生了 铁塔说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如果你不能忍耐的话 可以对我说 叶昊轩道 铁塔咧开嘴一笑 抽筋扒皮 我都不会坑一声 好